这是上个月底西子区公所在西子区农会休闲中心举办的冬季优良包种茶比赛情况 今年有50件的茶叶作品参加比赛评鉴过程中评审们相当严谨 从茶汤色泽、香气、味道去评比结果出炉 颁奖典礼也在西子区公所四楼举行 当天包括新北市议员白佩卢、西子区长陈建明、农会理事长以及市府农业局副局长都前来为茶农们加油打气 除了感谢茶农们种出好茶也肯定大家的辛苦付出友好的收获 那今天是我们西子我们111年度的我们的冬茶的颁奖典礼 那这边我们很感谢我们这边长期以来有很多的茶农一直在支持我们西子的茶叶 那那个我们西子的茶呢清香甘甜 虽然说量不多但是实际上都非常的精美 大家有空也可以来西子这边找我们的茶农买茶找他们泡茶 谢谢我们这些辛苦的农民为我们在地的茶叶文化来努力 那这个因为今年的气候有几天的天气就是很好 所以有一些茶可以说是新北市最好的 那很恭喜他们能够获奖 然后也希望说西子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山气的缭绕让这个西子的茶叶品质 在历年来都是在文山区呢其实是非常优良的 这次获得特典奖的李扬做出好茶 这次比赛中也难过了许多的奖项 李扬是家里种茶制茶的第二代 从小就接触进而有兴趣 他说要种出好茶最重要的是要与茶对话细心研究 因为我对茶叶很希望很有研究 所以我才有办法把今天的那个茶叶的 炒成这么好的成绩出来 我自己也要感谢我自己 谢谢 公所当天特地颁奖表扬 感谢农友们的辛劳 也希望好的经验技术传承 不断种出品质更好的包种茶 再透过行销 让包种茶成为西子的骄傲 也推广地方发展 这场惠林西子采访报道